什么事 啊 얼굴이 얼음장 같아요 언니 어떡해 什么事 前所未有的享受 萦绕在此刻她的心头 回味的美好 片刻的惬意 让她差点坠入深渊 脸上的笑容不会骗人 那天 翠花疯了一半 跑到女儿的房间 拿走了帐篷 借走了一堆所需要的东西 全都是为了 跟这个只见过两面的姑娘 放下丈夫 放下儿子 把所有的时间 全部留给肃宁 只有这时 翠花才感觉自己还活着 今夜 成了两人共享的时光 没有家务 没有烦恼 只有眼前这个笑容喜人的肃宁陪伴 一杯杯的烧酒 一片片的烤肉 让今夜 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望着她 憨然入睡的模样 翠花感受到了 一种超越自己过往的勇气 触碰 感受 注视 仿佛一切都是翠花心底的恶魔 也是今夜 享受了美好 翠花才明白 自己这么多年 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眼泪成了这些年的倾泻出口 一泻千里 时间过得好快 仿佛一切都拥入怀中 翠花多享时间 停留在此刻 可生活仿佛不给这个机会 为了留住宿宁 明知道 眼前这个无家可归的女孩 付不起房租 主动提出 邀请来自己家一起住 而翠花的异常 引起了丈夫的不满意 主动勤勤恳恳地收拾房屋 竟然只是为了一个陌生女孩 但目已成舟 素宁就这般光明正大的走进了阁楼 但生活并不愉快 素宁的出现 换来的是翠花跟丈夫的争吵 不能理解 不能原谅 可翠花依旧没有减退自己的爱 整个家迎接来了新的挑战 正当翠花感觉 人生重新开始之时 身后的丈夫 却偷偷出面 见了素宁 并且宣布了自己的立场跟地位 于是 这份没人理解的爱 彻底陷入了僵局 翠花想要挽救 可悲的是 丈夫竟然拉来了自己的亲妈坐镇 那一刻 翠花崩溃了 爱的指引之下 翠花找到了素宁的房东 偷偷交了半年的房租 并且赎回了她的手机 两个人都没有变 只不过是暂时败给了世俗 败给了这个不愿容纳的世界 可 爱从不会消失